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還是要憑實力嘛 怎麼說呢 來看到哦 這個是韓國的媒體做報導哦 說三星第二代3奈米的生產線 在下半年就要展開運作了 那要展開運作生產什麼呢 就是這個應用處理器 用來放在他們的手機 以及他們的智慧手錶裡 然後呢就說三星他們的目標 其實是要挑戰蘋果 同時要超車台積電 好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像是蘋果的Watch Series 9 就用的是5奈米應用處理器 那現在三星是直接跳級來到第二代3奈米 要用在他的手錶裡 所以看起來呢 好像真的是蠻有話題性的 那此外從去年這個智慧手錶的一個試占率來看 蘋果的試占率是第一名哦 45% 三星試占率是第二名 可是呢跟蘋果有一倍以上的差距 所以現在想要這種超音感美哦 對於三星來說真的有優勢在嗎 請教一下佩真姐 我想從這個新聞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三星不管是在第一代的3奈米 或者是在第二代的部分 其實它最大的客戶還是三星本身 就是在手機的應用處理器的部分 所以在這一塊呢 其實三星要超越台積電 恐怕目前還是有相當大的一個困難 那因為在下一頁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台積電 其實明年才要開始量產2奈米的一個製程 但是現在已經可以發現 多數的一個重量級的客戶 已經開始在分時台積電未來的這個2奈米的一個製程了 那另外就是在台積電所謂的1.6奈米 上市在這個北美的技術論壇已經正式的發表 那未來將會在2026年開始進行量產 那同時在1.4奈米的一個技術 也會在2017年正式的一個進入這個生產的一個階段 我想這個的可實現性都是非常高的 那另一個部分我們再來看優勢的一個部分 就是在這個先進製程技術的封裝的一個推進 那當然我們知道台積電先前呢 包括了其實在輝達幾乎是南瓜了 整個台積電包下了它的這個COAS的一個製程的一個產能 所以台積電應該到明年年底之前 在這個COAS的一個產能 應該渴望擴建到4.8萬 到這個4.8到5萬片左右的一個水準每個月 所以這個來符合輝達以及其他客戶的需求 那同時在系統級的晶圓的一個技術 也同時會在持續的突破 那未來最終就是要達到3D封裝的一個技術 那另外就是國內外的一個產能的擴張 跟訂單的掌握程度 我想也是優於其他兩家的競爭對手 那目前在投資策略上 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是持續的深根 臺灣當然包括了我們在整個西部幹線 包括了整個在這個南科 竹科 還有在中科 甚至在嘉義 還有在雲林地區 那未來也是持續的指標性在放眼全球 當然包括了美國 歐洲 還有在日本的部分 那當然台積電其實在AI 這一塊其實是它今年推升的 這個業績也蠻重大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知道台積電其實去年AI 只佔它合併收大概在六個percent 但今年就渴望上升到十一到十三個percent 二零二八年更渴望上看二十個percent 未來五年呢 渴望是成長五十個percent 那另外我們來看它跟國際合作的這個結盟的態勢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SK海利市 它其實目前是在這個高頻寬的記憶體HBM 它是全球領先的一個態勢 那又跟最強的羅吉IC的這個半導體的這個先進製程的台積電 來進行合作 兩者的強強的結盟 預計二零二六年將會推出第六代的HBM的一個產品 我想這個也都幫他們建立的非常高的一個進入門檻 所以未來三星呢 跟這個包括了AMD 雖然他們在HBM有合作 可是我想未來還是比較難以突破 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門檻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個競爭對手 包括了在Intel跟三星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他們本身還是有遇到相當的一個難題 第一個就是核心事業上所面臨到的一個危機 那雖然我們看近期其實AI的表現是非常的一個突出 但是Intel本身在這個比較傳統的這個PC所使用的CPU的市場 或者是一般用途的伺服器 它現在的一個需求目前到今年上半年還是比較弱的 那更何況Intel它在這個AI的布局方面 還是跟其他的雲端的這些科技大廠 拒搏還是有相當的差距 那三星本身目前呢 在這個HBM市場還是稍微是落後了SK海力士的部分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壓力的 那另外在先進製程技術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在Intel 雖然說號稱最近在四年 它要進入五個製程的一個發展 那另外就是三星未來二零二七年 也要進入到1.4奈米 那我想這個目前他們這兩家業者 因為就過去的經驗來說 不管是在良率或者是可實現性 其實都是備受考驗的 那海外的布局我們可以看到Intel 現在已經加碼美國到了這個一千億美金 歐洲是三百六十億美金 那麼以色列是兩百五十億美金 那現在三星在美國也會擴大到四百五十億美金 那我覺得這兩個部分來看 回收的時期都是遙遙的無期 而且是缺乏客戶的基礎跟台積電來比較 其實真的相差還是非常大 雖然說Intel還是有肩負 就是美國給予它的一個期待 但我覺得現階段其實美方政府 還是把這個所謂先進製程的一個重心 放在台積電身上比較多 是 謝謝佩真姐 所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三星還是Intel都有野心 但是這個野心要把它實現 變成真的可以超越台積電 還有努力的空間